第1568集 你知道那位小姐的来头吗 猴子问道 深感棘手 一阵醋眉 虽然她也不爽那位大小姐 但是 的确是不愿意招惹 所以呢 那位大小姐只在备选名单上 没有被列为重点伏击的对象 我怎么知道 你说吧 楚风蛮不在乎 她相当超然 早就想好了 真在这里混不下去拍拍屁股 换个身份就跑路了 而且 说不定还可以再换个身份回来 那位大小姐 是一头闭眼金灵赤羽兽 猴子神色凝重 当提到这一族 就是她妹妹都很重视 美丽而纯净的大眼中绽放神光 受阻的呀 楚风没有太多的感觉 因为她两眼一抹黑 根本就不了解 不是一般的受阻 而是生有赤色羽翼的黄金麒麟 逍遥告知 麒麟 楚风吃了一惊 这个物种绝对的强大惊人 确切的说 是麒麟的变种 跟书中记载的强大麒麟有区别 确实不一样 正常的麒麟没有翅膀 而那个族群则有赤红色神意 变异麒麟怎么了 他有多强 可以这样的霸道吗 可以像我一样飞羊跋扈 楚风不满 也不是很担心 他很强 不然也登不上那张名单 不过更让人担心的是 跟他有关系的人都很厉害 彭范里说到 接着那猴子介绍 闭眼金麟赤羽 兽足的这个大小姐 滋容过人 喜欢上了圣者联营中的第一高手 也就是说 他跟雍州阵营中的第一圣者关系很近 此外他还有一个亲哥哥 为神级强者中排位第三 楚风文言不禁动容 跟这个大小姐关系近的两个男子 居然都这么的邪乎 与此同时 亚盛联营中 那逃回去的女子正在哭诉 化成一头皮毛光滑的黄色小兽 讲述曹德的野蛮霸道刑警 小姐 你一定要亲自去镇杀他呀 太可恶了 根本就没有将你的话语放在心上 直接就死了你的心间 这个女子 风姿过人 极其美丽 她拥有一头金色的长发 肌肤雪白如雨 一双闭眼 熠熠生辉 在她的背后 还有一对赤色的神医 整个人笼罩神环中 哼 早 让我去见识一下这个曹德 金身连营中 帐篷密密麻麻 各族进化者一片一乱生 洪家兄弟二人又被打了一顿 到底伤的有多重 没人知道 反正短期内下不了床了 让所有人都无语 又是曹德出手 哎呀 这位是真性情啊 不愧是耿直哥 眼里不如沙子呀 哈哈 曹德估计知道那位贵女的信使 是洪盛请来的 所以毛躁了 直接去揍了他一顿 性情率真 太实在了 当这种议论声 被洪盛与洪雨听到后 他简直气得要死要死要死的 嘴唇都哆嗦了 几乎想从病榻上爬起来 跟人去掐家 他们兄弟二人真的想喷所有议论者满脸的唾沫星子 真性情 与耿直哥 这都能落到姓曹的身上 我去你大爷的吧 他们觉得这世道太黑暗了 那凶残霸道的曹德每次都占尽便宜 怎么看都不是好人 居然还能落下这种名声 他们一度的怀疑人生 原本他们想狩猎曹德 谋害其性命后取而代之 登上那张名单 尽得造化 结果到头来 他们发现 曹德比他们还像大反派呢 强势而霸道 接二连三的将他们打残 最让他们受不了的是 舆论都同情曹德 说他是过于耿直 被逼到死角后才怒而出手 以至于陷自己于更加危险的 境地中 所有人都认为 曹德随时可能会被洪家报复 我小疯了 原本气宇宣昂的洪盛 现在如同双打的茄子 蔫了 他简直受不了 到头来 他们兄弟二人也太七创了 背负恶名 还总是被揍 每次都要被揍个半死 身残而精神一遭打击 各位啊 多谢你们声援 曹德铭记在心 我这人就是太实在 还是有些执鸟 面对以阴损手段 一而要再害我的人 我管不住自己 所以直接就打上门去了 初风看到外面的热议 扁特意露头 以副直肠子的样子表示感谢 同时他表示 如果自身要是出了意外 那肯定是洪家干的 请所有人做个见证 他万一要死了 就把他埋在战场上 这是上了战场的人 最好的归宿 耿直哥 你别担心 洪家还不能指手折天 我们全都盯着呢 站在你身后 很多人声援 初风抱全感谢 这才退入帐中洞府 六尔弥猴 弥天是呲牙咧嘴 走 你还真好意思 将洪家兄弟 给捶得那么惨 还跑出去不同情 你太可耻了吧 我原本就 敦厚纯善 是他们一而再的害我 这日被逼无奈 过不得已反击 然后他就盯上了猴子 咱们也算一算账吧 猴子顿时一惊 等会儿 你该不会真的疯起来后 连自己人都要打一顿吧 哼 我是那样的人吗 楚风瞪着他 猴子 彭万里 逍遥 都下意识的点头 也就一个迷青 在抿着嘴 偷着笑 啥意思啊 你们居然这样看我 那好吧 咱们就算一算账 算什么账啊 彭万里问道 不久后我们就要下黑手 去伏击亚胜了 可是 我越琢磨越不是个滋味 我这是平白无故 给你们去当打手 到头来 我能得到什么呀 草德 你可知道 荣道草 举世无双 能够提高一个生物的终极成就 用了接近他的机会 你还不知足 还想有什么呀 彭万里 逍遥也讨伐他 楚风 斜着眼睛 看他们 手来 你们身后都有家族支撑 真要伏击成功 你们几人多半都能登上那张名单 而我一届散修 说不定就会成为这次风波的替罪羊 得不到好处 还有大祸 你们看我耿直 想利用我 没门 耿直个毛线 几个人都想喷他 如果真是老实人 就不会想这么多 早就痛快的合作了 曹德 你多想了 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事情发生 只要我们伏击成功 便算是天纵金身强者 光环加深 稍微一运作 就能登上那张名单 我们能上去 会撇下你吗 得了吧 来到战场后 就这么短短几天的时间 我就感受到太多的黑暗 这里吃人不吐骨头 你们比红羽更有根脚 来头更大 彭族 稻族 六二 猕猴族 哪一个不光要骨使 跟你们混在一起 最后多半就是替罪羊 被你们的家族算计 会把我脸皮带骨头都蹲下去 彭万里很严肃 曹兄 你多想了 我们志同道和结盟在一起 都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 怎么会过河拆桥 那样对你啊 你们一时间或许还没有那种心思 但是 你们身后的老家伙估计 心都早黑的发亮了 你们自问一下 真要伏击亚生成功 风波会不会非常大 那几位亚生若是因此被挤下去 他们身后深不可测的家族 会善把干修吗 而你们家族中的老家伙会怎么做 多半是跟他们密谈 彼此妥协 第一步就得让他们出去 多半就会将我给扔出去 成为牺牲品 当听到楚风这种话语后 几个人哑口无言 凭着对族中长者的了解 这不是没有可能 老家伙们的心都很黑 不黑的话 也活不到现在 而顶尖 强族间 妥协 多半 半着血腥 需要祭品 所以我不干了 准备走人 既然一听断尸急了 都马上又动手了 曹德却退出 实在是严重影响计划 一切都将搁浅 让他们没法接受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